第十二章 第十五節 又要謹慎 恐怕有人失掉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來 擾亂離門 因此叫眾人沾染污蔚 尤雄先生 剛才說到關於離開的人處理方法的情況 上星期主日很深刻的一點就是 當我們慢慢變成內卷 變成一個治性所辛苦的時間裏面 我們跟外面的人開始隔絕 並且就是說 如果我們勉強把那些人拿進治性所的話 其實對他們未必是一件好事 即是一些未合資格的人 強行將他打進治性所的話 都是寫到一條 關於這個情況 可不可以再講清楚一點 其實你已經講到這個情況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進到這個說話的就是2021年6月21日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空裏面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們現在侍奉的這群人 其實很少人不能進來 我們不讓他進來的原因 第一就是免得不是他受不受害 他死定了 但是問題是我們會不會受害 我們會不會把一些人拿出來 會不會毀了我們 那時候很早我記得跟大家說 那時候我講出一個很有趣的感動 我看到羅亞方舟 我看到大復興的時候 人們湧入教會會摘一艘船 其實會有這個現象 所以羅亞方只有八個人 究竟是整個什麼呢 為什麼不是八十個人 八千個人八萬個人呢 為什麼只有八個人呢 至少你可以多加兩個 三個四個 都不是真的太多 你八個就整個船 大概就是八個人 其實這個就是告訴我們 世界結束的時候 真的能夠在這個藝術 這個新的開始 八個是定了的 就是那個數目是定了的 事實上在羅亞建這個船的時候 一百二十年裏面 人家的嘲笑 每一樣東西 帶來他們最後的整體 一起受審判 個個都審判了 這個就好像末世的時候 所出現的就是 人們對我們的態度 他們的嘲笑 他們的看不起 甚至他們的攻擊 到最後就一次過審判他們 但是我們現在說的 這個時代有一個很特別的 有兩個概念去理解 我們現在完成至聖所階段的這個藥櫃 有兩個最大的理解 第一 我們身為祭司的時候 我們任何時間都不能夠 就是說你不能夠拉人進來 做一些根本不是你的位分的人 擺在同一個位置 我們在外院的時候 當然來者不舉 你肯建制 就來了 但是去到聖所和智聖所 大祭司也沒有權 去拖男帶女 帶著整間人去搭清 我們去旅行 這樣入聖所 沒有可能 你之前在外院可以 真的可以 但是你去到聖所 你就已經不行 智聖所更加死革 但我們根本就是智聖所 所以我們真的 我們不讓他們進來的時候 原因是防止我們被神追究 而我們死 等於神會不會追究大祭司 你看看以利就知道 神一定會追究 你讓一群人做他們不配的事情 其實神追究以利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他們兩個兒子還繼續讓他們做祭司 所以以利就要死了 如果他走出去做了一個不法的人 匪徒那些 趕了出去 以利其實不用死 當然以利最好就是殺了他們兩個 因為這麼殘忍 殘忍 那神對這兩個人做了什麼 對這兩個太太做了什麼 對這兩個太太做了什麼 對這兩個父親做了什麼 殺了 他們兩個太太都流產 神只有唯一最好的方法 因為神做的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你沒得咬 就是殺了他們 所以以利就要最低 最憐憫 都要把他們兩個趕出去 讓他們做匪徒 這樣才行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當藥櫃完成的時候 我們是親自 enforce 了整個藥櫃在這個世界 所以全世界都要受傷 因為藥櫃不單止藥櫃是在智聖所被我們製造 我們製造者不可以被這些閒窄人丟進來 就好像當神去做這個律法版的時候 他圍著山不給野獸 人都不敢上去 在山上 律法版 去了哪裏 藥櫃有三件物件之一 在裡面三件物件之一 都還在說藥櫃和藥櫃的私隱寶藏 所以那些人不可以 在這個時候 我們這間教會完成藥櫃的時候 還讓他們進來 不行了 不可以了 已經是我們所提出世的概念 我們先進世後出世 但你未進世後出世 所以我們進世後出世的原因 第一 還要到處街頭報道 在街邊彈結他那些不適合我們 故意戴著口罩的時代 現在我們已經對六十歲 侍奉了幾十年 還要把這段時間 把最優質擺出去 真的用上當年方法是最好的 留下最多的遺產 屬令遺產 但相對來說 如果是藥櫃時代 是我們跟著這個時代 是過了摩西的一千八年 過了主耶穌基督二千年 教會時期 我們一起跟著這個時代 進入2021年 事實上在聖經會網裡預言 2011年其實就是自盛所時代 不過不是他們製造這個藥櫃 而是我們製造 我們製造這個藥櫃 在這個年代 在這千年 但當這個藥櫃被我們完成之後 他自己就會存在這個時代 他自己會審判這個整個世代 所以所有人都要立刻 在這時就想一下 應該怎樣自處 因為那些人我們不讓他們進來 其實就算他們進不進來 他們都會受審判 但只不過他們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受審判 明白嗎 所以就算他們不進來 都會面對這個世代的藥櫃審判 為他們自己所做的藥櫃 但只不過就是 我們讓他們回到石安的時候 我們也不行 他也不行 所以我為什麼經常提醒 就是這些人 如果是神西走的話 你走去撿一些康屁 在石安山腳那裡 撿一些康屁 他做什麼 真是神的創符 真是對神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這麼加煩 因為這兩者讓我們體現 是一個很特別的時代 就是那些人其實是在我們教會也好 還是不在我們教會也好 他們都要想著怎麼面對神 因為神一定會審判 他們進來都一樣會受審判 但只不過我們用他進來的話 就是我們是大祭司 帶人入磁性所的那種審判 變成我們其身不正的話 就一定不行 因為大祭司都戰敬進入這個磁性所 因為在他們說的始終是一個人 是一個人 希伯羅書第十二章第十五節 有要謹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恐怕有獨恩生出來 擾亂你們 因此叫眾人沾染撲毀 祝靠你 就等你說話 永久不死氣 路記你真理 心依靠你 心經過預備 盼堅守 盼堅守 以致神悲 神權能話語 在我心刻記 神權能發愁 至聖見 是歷勢真理 參加你真理 全情依靠 上次手不會退避 心裡 相傳鬥志與信念勇氣 尋求你真理 教我心興起 以述心照氣 將現你說話 溫分完美 等待雪 潘口著真明 潮中地 鳳梅 顱之uely ker 和 queste 去 平后 你看 不足